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居然是我吗 这个妆是不是有点太浓了 不会的 你男朋友长得好帅啊 你们吵架了 我们 这条节目 如果您已经能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咱们 欢迎收看互联网大型直播真人秀节目 恋爱ING 感谢大家放下圣者农庙 放下八卦师 我们一起来感受恋爱的气息 全网恋爱技 就在恋爱ING 我们的目标是银河系不缺爱 全宇宙不缺爱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 今天的身高差评率 叶淑威贝尔德 请看大屏幕 叶淑威二十七岁 一米八七 高大英俊 意大利留学归国的小提琴制作师 独自创办了一家小提琴工坊 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高端小提琴制作工坊之一 贝尔德 二十三岁 一米五二 身材娇小 清纯甜美 经常模仿卡通人物说话 练就百遍声线 立志从事动画配音行业 成为一名优秀的配音演员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身高差情侣 叶淑威贝尔德 掌声有请 叶淑威贝尔德 叶淑威贝尔德 小姐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两个相识的经历啊 我们 我们 快 抓紧时间 好好背一背 跟你搭到男嘉宾的资料 你们俩要尽快熟悉对方 以免在直播的时候穿高 背台词嘛 我再好 叶淑薇 二十七岁 出生 音乐世家 我们男嘉宾质量还不错 别打神招了 你赶紧回去 你就是叶淑薇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看得出来背耳朵小姐啊 还是有点紧张 那 初次相识 你对叶淑薇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耳朵 耳朵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我拒绝跟他合作 阿姨 耳朵 别别别 你 你想想钱 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钱 能牺牲尊严的人吗 就 挺好的呀 挺好的 挺好的 只是挺好的吗 那这样吧 我换一个问法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识 是什么时候呢 就 就两天前呗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我怎么把事情给说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是说两天前吗 我想我们还是敢还吧 我看行 我这个年龄也该嫁人了 我们耳朵今天有一点紧张 事实上在两天前 我们交往刚好满半年 所以算起来是半年又两天 原来是这样啊 吓得我一跳 叶大神哪 那刚才通过视频呢 快 看数据 我还以为要有些扯思练 这烦死我 不愧是我的叶大神 那叶树威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你面前的爱人说呢 有 下午到座了 这又是闹哪出啊 这倒什么线啊 你这个小傻瓜 让我等了这么久 前遇见了 难道你不该道歉吗 我们的叶树威看起来是如此的高冷啊 没想到说起情话来呢 是如此的酥 相信现在场下的观众已经对这对情侣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好 谢谢两位 请上室休息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再通过一段VCR 给我们体重差距率 做一个丘步的了解 请看大屏幕 宿小究竟晚安 要不要给你来两粒啊 好啊 有事吗 叶树威 你凭 你凭什么让我给你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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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乐天 没想到背耳朵胜藏不露啊 还带那个什么男朋友上节目秀恩爱呢 你没看到吗 走了 走了 等等 实在是不好意思啦 无了 给钱 给钱呀 给 给 给 你装 给 给 给 这是不是你家贝耳朵 我家贝耳朵上电视了 是吧 我看看他 这不是耳朵吗 他不是耳朵的耳朵 啊 二位 疯了 都疯了 你们俩现在太火了知道了 这个节目收视率都上天了 赶紧把这合同签了 千万你们就是大明星了 叫他继续给我演假情侣 他愿意吗 叶大神 我跟您说实话 耳朵 他现在要去日本留学 他现在急需要钱 你们把这期节目做了 然后我们就双赢好不好 来 耳朵来 我不欠 不 不 不是叶大神 你打赌不是 输了吗 是 我们是要求 二位就做一期就完了 但是 这 这不平台认可二位了吗 有人需要向我道歉 你 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啊 我又没做错了什么 我这人不爱废话 你别着急 再想想 再想想 在公众面前对不起我 就要在公众面前向我道歉 好 你好 今天是挑选配音演员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面试 好 开始自我介绍吧 老师们好 我是三十四号贝尔多 是一个资深的动脉民 现在正在准备日本深优学校的考试 好了 开始吧 从前 在一个大森林里有一个蓝精灵村落 在这个村落里的蘑菇屋里住着许多开心的蓝精灵们 他们是一群勇敢互助团结合作的集体 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聪明伶俐的小精灵 大家好 我是蓝爸爸 我今年五百四十三岁了 这 这整个村里 都由我来管 大家好